闪电划过天际 在紫色深夜天空中勾勒出教堂屋顶 景观十分惊人 这是苏格兰民众拍到的画面 原来有风暴袭击英国 甚至部分地区出现淹水灾情 因为在大雨来袭前 当地才饱受干旱之苦 没想到大雨来得突然 也让水一时无法宣泄 英国气象局甚至发布了黄色雷暴警告 尽管英国北部迎来暴风雨 但在另一头气候却有天壤之别 CN记者跑到泰晤士河的源头采访 发现泰晤士河的河床有好几英里已经完全干涸 英国的这个夏天遭遇严重干旱 甚至有部分城镇连自来水供应都成问题 当地农民甚至考虑要让养的牛喝瓶装水 他说欧洲大汉的异常天气 是全人类犯错后的必须付出的代价 TVBS新闻中博报道 掌握全球情势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